吃太咸的时候 有时是肾脏 血管会比较伤到 但是自己胃是不会 太咸我觉得好像比较伤肾脏 自己胃的话我就不知道这样子 吃太咸不仅伤肾更伤胃 胃癌名列台湾癌症子因第七名 多数患者被诊断时已是晚期 愈后不佳 坊间流传吃太咸会得胃癌 这是真的吗 会有这种说法 大部分都跟腌制食品有关系 因为长期吃咸的时候 这种盐分高涨力的东西在胃中 是可能刺激胃联膜 长期反复的发炎 发炎久了当然还是会担心癌症发生 长期试吃重咸又感染幽门螺旋感菌 对胃的破坏力更强 离癌风险将会提高 但因为害怕都不吃盐 也会演变成低血纳问题 饮食就是要均衡为主 尽量清淡 可是也不用到完全都不加炎的程度 其实盐分的摄取除了跟胃癌有关炎性 另外就是还是会担心长期下来会有高血压 性血管疾病等等 医师提醒如果家族中有一等亲得胃癌 感染胃幽门螺旋感菌 多发性息肉以及胃层部分切除等高危险群 最好定期接受胃镜检查 确保未来健康 大新闻邱惠玲 陈柏州嘉义大陵报导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